Hello,大家好,今天我是桑普,又到這個跟大家說時事的時間 今天講回香港,因為前幾天都連續很多國際和中國的時事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講回香港,當然關注的社七人案 也是我心之所係,就是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多人,依然是曾經為民主奮鬥過的人 現在都是監獄裏面,我心裏面的一種罪咎感,很大的地方就是 我見不回他們,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相見 但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繼續關注他們所做的所有事 也都為他們的精神去加油打氣 也都希望通過各種渠道,直接間接,可以將信息帶進去給他們 甚至有很多探監的寫信給他們 可以提及到,在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 依然不只是我一個人在內,尤其是其他人 依然是關心這班獄中的囚友 希望大家在裡面也都知道希望不能放棄 我們外面當然不會放棄希望,但在裡面的監獄裏面 現在天時暑熱,三十幾度,體溫四十幾度高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也知道非常難受 希望大家在外面的人多些溫暖送給他們 輕則為他們祈禱,真是更好的寫信 探監,聽審,這是對他們非常大的支持 我自己都會刻盡我自己的力量在這個地方多說一些話 也都希望這一點能夠傳達這個信息給大家知道 47名民主派被控寸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今天開始處理第三批被告 六名九龍東初選參與者的求情 而這些人本身,很多人都是我直接獲間涉認識的 包括認罪的黃之鋒,飛機師譚文豪,李家達,譚德志 即快必,胡志偉,也都非常感謝他 以及首審後聚成的斯德萊,文協當時的主席 多人很久都沒有露面過了 譚文豪和李家達銷售了很多 快必,譚德志多了很多白頭髮 不時向旁聽席,斥微和露出笑容 稍後我會讀他一封寄給傑斯的信內容 我正得傑斯的同意 也確認快必的同意 我可以讀他部分的內容給大家聽 這樣有沒有大家明白 至於黃之鋒被安排獨自 坐在離旁聽席最遠的角落 由懲教隔開他和其他被告 至少四個懲教隔開 代表黃之鋒的大律師李國威先求情 黃之鋒提及國際遊說和簽署 默落無悔,但沒有參與組織初選 並希望法庭考慮 因為他以往曾就多宗案件服刑 參與公共服務而著情減刑 辯方又呈上黃之鋒母親 教會牧師和老師的求情信 黃之鋒本人沒有讚寫求情信 辯方說這是他的選擇 說黃之鋒希望在本案後 可以重新開始 案件是由三名國安指定法官 陳慶偉、李韻彤和陳仲恒審理 控方代表是副刑事檢控專員 曼德豪、周天恒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王德豪、周天恒 羅天偉 這幾個人 這六個人 記住他們的名字 再說一次 陳慶偉、李韻彤、陳仲恒 曼德豪、周天恒、羅天偉 歷史痴獄博物館 黃之鋒是由大律師李國威代表 譚文後是由資深大律師何佩謙代表 李家大是由大律師陳德昌代表 譚德志由Barrister梁寶林代表 胡哲偉由大律師郭子鋒代表 各被告在十點之前陸續報入法庭 和律師溝通 其後由六名懲教分隔就座 其中黃之鋒一人坐在 離旁聽席最遠的被告欄的角落 和其他被告相隔四名懲教人員 以及囚室門前的走廊 其餘五人坐在被告欄中 和中央和靠近的角落 到近旁聽席的位置 之前獲保釋其後被裁定 醉成還押的斯德來 穿著藍色襯衣 向旁聽的妻子微笑點頭 至於已經還押至今超過三年四個月的另外五個人 黃之鋒穿深藍色襯衣 深灰色針織外套向旁聽席點頭 快必譚得志疏中分髮型 多了不少白頭髮 身穿達明一派演唱會replay的T恤 外穿花紋短袖襯衣 入庭時笑著摸頭髮 又向旁聽席張開雙手和揮手 又指著自己襯衣擺姿勢 一樣都是這麼鬼馬 銷售了很多 有不銷白頭髮的譚文豪飛機師 就戴著眼鏡和口罩 身穿白色襯衣 深藍色西裝外套 並且在聆訊時剝了口罩 胡志偉以爛眼鏡 穿摺到中袖的白色襯衣 向旁聽席揮手 李家達就穿灰藍色西裝外套 白襯衣 看見親友口 面露笑容 揮手 各被告就座之後快必一度和相隔數米外的黃之鋒交談 黃之鋒說 Cat A 甲級犯 即是說 講講講 Cat A 即我是Cat A 甲級犯 單獨囚禁 三樓 不讓你見 不讓你聽到他的聲音 快必又主動和胡志偉和斯德萊聊天 快必聆訊期間 不時對旁聽席劑微弄眼和發笑 又豎起母子 黃之鋒不時拖頭望向旁聽席又低頭抄寫 譚文豪就專注望向前方 神情比較嚴重 根據《國安法》第22條 一旦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可以判處十年以上有幾徒刑 積極參加的就是黃之鋒求過程 三年二十年 其他參加三年以下 代表黃之鋒的大律師李國威做求情陳詞 就黃之鋒的角色李國威認為屬於積極參加者 就雖然參穿網絡無悔 聲明是家營因素 但案發期間只是參與者 沒有參與組織或協助初選進行 希望由法庭決定合適的量刑起點 李國威又說黃之鋒及早認罪應獲三分一扣減 李國威承認黃之鋒竟宣示提到國際戰線 到美國等地遊說等等 但指出涉案謀劃屬於本土事件 尋求外國支持為2019年運動的大環境 和本案控罪無關 亦不屬於國安法律三條提到的勾結外國勢力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情況 今時今日告他們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不是勾結 李國威又說黃之鋒 這個當然按照法律是這樣說 不過現在無法無天 李國威又說黃之鋒曾因為訴訟非法集結 和未經批准集結案服刑 希望法庭判刑時考慮整體量刑原則 totality principle 運用雀情權扣減部分刑期 翻查資料 黃之鋒在2019年6月21號號召包圍警總 承認線或他人名之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黃之鋒刑8個月 黃之鋒另外涉及轉載西灣可開槍警員和家人資料 承認藐視法庭判監三個月 李國威說 黃之鋒承認他被控的所有控罪 希望法庭能夠調整量刑起點或作出減刑 但法官陳仲恒說 但黃之鋒此前已承受罪責 法庭並不會被他額外的扣減 他說一時還一時 坐完那個監獄就是over 但是不會因為你坐過的監獄 今次要判少一點你 這是陳仲恒 李國威同意黃之鋒在保釋期間干犯本罪加刑因素 彈忘法庭等酌情判刑 以免造成壓毀性的影響 就黃之鋒的個人背景 辯方情相他的母親 老師教會牧師的求情信 說黃之鋒希望在服刑之後 放下過去改過自身 他把他跟他過去的歷史 然後能夠改革自己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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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陳仲恒說 這是其他人代表黃之鋒的說話 而不是黃之鋒自己親口說的 你自己都不親自求情 這是人家說的 李國威同意黃之鋒沒有寫任何求情信 說這是他的選擇 但重申他的指示是黃之鋒希望本案後 從新開始 Move on after this offense 是經過這個罪行之後可以move on 辯方最後提到黃之鋒在疫情期間 即使沒有任何公職 也搜購了150萬個口罩 法官陳仲恒說 相關因素已被其他法官考慮 因此我們不能循環再用 即什麼叫 已被考慮不能循環再用 即是我們不理的 意思是這樣 而不能循環再用 這個陳仲恒就是 李國威表示 這顯示黃之鋒持續幫助其他人 法官陳仲恒說 不能將黃之鋒視作有良好品格 因為他有案底 有案底沒有良好品格 李運騰法官又質疑 相關因素已在另案已考慮 不能因此給予額外扣減 李國威重申不是要求額外扣減 只是顯示黃之鋒一直積極幫助社區的人 即是說到底一個真是為公義而犧牲的人 和一班為黨國而效力做馬前鋒的九官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這個是黃之鋒 OK 現在我可以說說快必 快必這封信我沒有公開過 這個地方也希望和大家透露一下這封信 這封信得到他們的授權 所以我覺得是很開心 得到他們授權可以讀 而這封信不是寫給我的 我到現在為止是未寫過信給快必 因為我很擔心他 他說你不會受影響的 喜歡三部就寫信來 但判刑前我不希望 因為我而導致他有額外的刑罰 其他人不是我的 你們去寫 寫多些信 將我的關懷寫在你的信裡 將你自己的關懷寫在自己的信裡 希望快必都OK 他最生鬼最鬼馬的 還有擠眉弄眼 又比手指公 又主動和CatA的黃之鋒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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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偉等等的人 這個就是快必 快必是沒有入大倉 我記得是沒有入大棒的 他是單獨囚禁的 天天在看書 所以連寫這篇文章 就是這篇簡短的信 都是看書的經歷來的 因為他寫信對外界溝通 看書就是日常生活 你看到戴耀廷黃之鋒 你看到黎智英 基本上因為基督宗教的影響 他們一定會堅持快必都一樣 因為有這樣的精神 他有一種超越性的信念 希望在那裡 他絕對不會失墮 所以我就說 這件事是重要的 你不要以為我講這件事 試著等閒信神 這些無關痛恨的事 其實去到關鍵時刻 你要知道 什麼東西是給你力量的 什麼東西是你真心之所記 什麼才是真正宇宙的真理 你在那個時候才知道 真正的真實是甚麼 善良是甚麼 美是甚麼 信望愛是甚麼 神聖是甚麼 然後你心有所安 這件事是他們這幾個人的共通特點 信是快必簽的 是2024年6月16日寫的日期 他說傑斯 因為這封信寫給傑斯 不是寫給我 我知道傑斯 都會在他的頻道讀這封信 他都批准我 可以讀這封信出來 近來生活如何呢 我OK 未死得 六月中開始熱 未是最熱 感謝你和桑普 一直發聲 我有留意 也把我的概念 告訴所有關心我的朋友 這個很重要 請繼續 以啟迪文字 蘇醒人心為己任 無論得事 不得事 話說 你因我上個月 讀大政的浪漫這本書 所以你也讀 好汗嗎 我特別喜歡 江湖村聯部的阿世登場 聽說阿世的故事未完 他老公的弟弟 將會和他交手 我很想知道他的下場是怎樣 人是講故事的動物 也是聽故事的動物 文明文化之所以得已成立 也在於此 我在冤獄近四年了 讀了很多故事 由書本上 由人的口中 都知道很多 有些故事 使我 深洩 有些故事 仍在啟發我 你呢 你近日 被什麼故事觸動呢 近日 我讀了 Edgar Allen Poe的 經歷小說集 簡單 而有氣氛 很古典的感覺 我喜歡 本來還有奇克國 Kierkegaard 這個存在主義的其中一個 對基督宗教很有信仰的人 恐懼與戰略 同一本 叫做 存在與試探 奧古斯廷懺悔錄 三本我都有讀 但中途 你那個朋友給了我一本 水木茂的日本妖怪圖鑑 打斷了我的進程 水木茂就是鬼太郎的作者 OK 我由手行 在圖書館借了 古龍絕代雙嬌第一冊 即是總共六冊 即是六之一去看 日子不難過 只要有書 七月八日 星期一 我求情了 OK 即是這個是會求情 那麼他說呢 六月底至八月中 四十五人分組求情 我和其他人不同 我沒有求情信 其實王之鋒也沒有求情信 黃之鋒也沒有 黃之鋒也有他媽媽 有他的教會牧師 等等人有求情信 快必一封都沒有 我沒有心路歷程 我要說的 一直都在說 下面的東西我不讀這段 最後就說這句話 每次我寫信給你 也有給陳書記的 至少可不可以順利到達你們的手中 就要看彩數了 歐洲國家盃開波了 有沒有看呢 我看報紙知賽果 然後下面這句很重要 KOL講陳橋、劉世良的事 我也知 大家今天最知的事 和人的本相 我十年前已知 知好過不知 你看我這麼小心選朋友和政黨 就知我真是知 G字 有畫在下面的 underline 這個就是他那封信的傳聞 裏面有一些段落書 我沒有辦法讀 我都被請求不要讀 所以這個可以看得到 一 快必依然精神飽滿 快必依然勤於讀書 沒有去放鬆 他寫的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就顯示到 他真是認真讀書 不是都是講字 第二 他知道我和傑斯 一直在做不同類型的節目 我們希望傑斯這幾天休息完之後 可以繼續做節目 除了傑斯之外 就有其他人很多的評論人 都好 做節目 無論你撐劉世良 不撐劉世良也好 或者劉世良他本身也好 我都覺得 各有各可以做得更多的事情 我們都會appreciate 當然 一個人 是否真的能夠誠心懺悔 我都更加關注 第三問題 他知道劉世良有什麼事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肉中的人 在外界斷絕了一切的聯繫 不是的 有各種方式 他們要知道外界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 我們在外面 即是喪普本人 我本人 要繼續說 繼續說 那你說他聽到嗎 快必聽到嗎 那你如果這樣說 各位 你太不了解 這個世界是怎麼運作的 我說 國下有些人聽到 口意相傳 探監會講 寫信會講 我沒有辦法去知道 哪個人 去寫過些什麼 提到些什麼 但這個就給了 入面的人 一種 信念 一種勇氣 一種走下去的力量 一種走下去的力量 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我希望做到的事 我看這篇信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對我自己一直做的事 是覺得 清心滿意 我也希望 他能夠 在這麼嚴嚴 下的日下 6月16日 已經很熱了 到今天 整個月 不止整個月時間 天時暑熱 不是可以 坐冷 不是可以 大家好像安坐家中 有冷氣 甚至大家在加拿大的 不需要冷氣 舒舒服服 sunshine 不是這樣的 三十幾度 四十幾度 體溫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夠關心一下 這幫人 他們的故事 我們要繼續說 我們不只是說 英國大選 法國大選 美國 川普 或者只是說中國 台灣的事情 會說香港的 你看我簡短 繼續說香港 尤其司法的新聞 為什麼 是希望大家 我們這個受難的共同體 溫泉彼此之間 那種心靈上的照應 這點才是我真真正正 希望達成的目標 那我很開心 今時今日 這個目標 都在快必身上 有達到 其實我很開心 我看這封信 我覺得很開心 他使得我很開心 我都希望 大家更加關心他 使得他更加開心 好嗎 這點是我們 我一直以來的 深深點點 講第三個人 譚文浩 代表前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的 譚文浩 的資深大律師 何佩謙 就表示 譚文浩 飛機師 出身做草根 因為我聽聞過 他的情況 一進去的時候 其實一段時間 很不適應 不想見人的 躺在一邊 OK 譚文浩 出身草根 從政只想回饋社會 並非激進政客 他又曾經多次贊成政府賠款 沒有無差別否決 更獲得政府官員私信感情 辯方又說 譚文浩 遲任立法會議員 和退黨之後 已經完全離開政壇 譚文浩 還押至今 超過三年 希望過身生活 微保和家人 包括龍鳳胎子女相處的時間 關鍵的三段 所以他失去了 很難去再 微保到 失去的 見著小孩 開始三年成長的光陰 這是很難頂的一件事 辯方又透露 譚文浩曾經在2021年的下半年 自願錄口供 提到如果知道會犯法 我們絕對不會參加這個初選 辯方強調他當時不知道 紅線在哪裏 意思實際上是這樣 就算抗辯理由寫 以武力威脅 或其他違法手段 至少要證明違法 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 然後這三個垃圾法官就說 剛剛說的一串話 就等於任何手段 即是說不需要證明任何違法性 嘩!多有趣 這就是今時今日的國安法庭 這個納水法庭 那些今日的左膠 批評侵侵是納水 是不是應該真的批評是 港共政權是納水 陳慶偉、李運騰 這班人是納水不如的 狗屎、垃圾、專制暴力政權 幫兇的法官 落地獄都不如 肢解粉碎之後 拋落地獄都沒有人收的人 喂!這些左膠KOL 是否應該要出這麼多力量對付這些人 是嗎? 川普2016至2020年期間 怎樣妨礙大家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啊大哥 我只是覺得 很多人根本上是完全不知所謂 輕重失行 標準不逆 我只是這麼說 我只是這麼說 這個就是當時 飛機師 我很清楚 他根本不會理紅線 因為紅線根本不清楚 庭上有 庭上有讀出譚文豪親自讚寫的求情信 提及希望向法庭表達對過去言行深感悔究 並希望公開向香港社會各界 以及中央政府真誠道歉 這個當然希望完全沒有問題 這些絕對我不會覺得是一個道德問題 吞臉自乾 自己刮自己幾百 這個完全沒有道德問題 捉人家 撞人家 踩著人家上位 希望自己減刑 他死他事 最壞的是他 我減刑的 你不要害到我 那些 就是丁友康式的人 丁蟹式的人 都是成丁 丁友康就是溫少倫 丁蟹就是鄭少秋 這些人 其實不是真實的人 就是一個角色 這些就是踩著人家上位的人 這些人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這個案中是哪些人來做這些角色 而譚文豪絕對沒有做這些角色 他只是說 我衰 我是 如果早知今天 我不會當初的了 好悔舊 向社會各界和中央政府 真誠道歉 辯方認為 譚文豪屬於積極參加者 希望法庭考慮他對香港貢獻和真誠賦意而減刑 我想減刑的 即是他成為積極參加者 去判一個比較低的刑度 是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我想我比較對他的情況是樂觀的 積極參加者三至十年 這個禁止都很長 三年或十年差距很大 現在已經換了三年開外 那你判他三年 或者三年多些少 或者你判高些 基本上都不會高得太多 我會覺得我是審慎樂觀的 翻查資料 譚文豪的一對子女 將會在這個月迎來了十歲的生日 即是他三年多以來 錯過了他子女成長的關鍵時刻 龍鳳胎 何貝謙剛剛說的 譚文豪出生在家庭 他的父親是的士司機 開的士的 他是靠他父親的努力 在這個和他自己本身的努力 在澳洲修讀機械及太空工程 成為一名民航機師 2016年當孫立法會議員之後 從政 他並非為個人的名利或者名譽 更加沒有意圖成為激進政客 只是想回饋社會 令香港更加好的地方 一個更加關我的社區 他說譚文豪過去曾經是多個範疇服務 他曾經讚史一本有關機師的書 拼此了 掌學金希望成為機師的年輕人 可以受到掌學金的資助 對年輕人和社會有真誠的熱情 何貝謙他的律師又認 引用了譚文豪過往的立法會的投票紀錄 為他多次支持政府貝款申請 在2020年6月至7月初選做得如火如荼之際 仍然與其他議員合作 在立法會會期完結前盡力通過多項最多的民生議案 辯方又引政府官員與與譚談的對話 提及當時能通過相關貝款屬於奇蹟 這名官員並且回覆非常感激 法官陳綜行說 辯方所述的表現 是一般市民期望立法會議員有的表現 不能作為良好品格的求情因素 這樣也可以 即是你做多少好事都好 都是人家期待你的 不可以求情的 這就是他們的詭辯術 你做得好 人家早已期待你這樣 你用這個求情做什麼 多有趣這個陳綜行 又說重要的不是談以往如何投票 他是不是無差別投票 現在講求情 你已經判了罪說他無差別投票 已經定了這個罪 求情的原因當然不是涉及這個罪則本身 是一個character 告訴你譚文的character是一個好人 你說期望的 以前的事我不管現在就是講現在 這些不是求情的 法官做這些辯駁 你有沒有良心的 你知不知道法律在講什麼 這是求情的旗 何貝謙說 譚文豪正正沒有無差別反對 他根本沒有無差別反對 而是真誠支持民生議案 強調他非常認真 盡責履行議員職責 就是在講這件事 Have you heard it? Have you listened to it? 那當然 左而入右而出 因為黨國的腦袋就是紅色 就是陳宗衡忠於黨國 黨國有一天亡 第一個要朱綠殺害的就是這些人 其實不是我殺 我是說共產會殺這幫人 因為這幫人知道最多事情 我可以說 輸到胡孫殺不了 胡孫就是被奴隸主殺綠的 不是我殺的 我預計他們會死得很慘 更慘過陳彥霖、周智樂 物為言之不如 陳仲衡 還有陳兄偉 李運騰 陳兄偉說 辯方說 我只是做個法官 假法 不是 就殺 不是我殺你 是我預計 不是鼓勵共產 是預計共產會殺你 辯方所述的只是譚文豪在該局會期的行為 但本案關乎在下屆議會無差別否決 譚文豪也已經認罪 何貝謙就強調 當時是2020年7月正值初選的時候 又強調 行動比說話重要 希望能夠呈現譚文豪較全面和正確的形象 而不是僅僅在庭上政公所說 何貝謙又說 譚文豪毫不激進 法官陳兄偉就說 但他的黨非常非常激進 就說公民黨非常非常激進 我想你和大家說 泛民這個公民黨是非常非常激進 誰會相信 李運騰就說 鄭達鴻公稱譚文豪 在公民黨3月25日記者會前的籌備會議上面 提議搶僵 意思就是說 歐六軒寫給鄭達鴻信中的內容 他在說這件事 其實這個法官要求情 求完之後 這幫法官和律師有辯駁 這是什麼法庭 擺明是虛假審判 我會覺得譚文豪會判得重 但他不會重到十年那種 我再說一次 他會超過三年 但他已經還押超過三年 甚至我會覺得大概五六年左右 這個我估計 何彪謙繼續說 譚文豪現已還押 五六年的結慘 即是說一說 現在不能扣減刑期 不過你認罪的話 是否會再進一步扣減 是一個大問題 即是實際坐四五年 實坐 我會覺得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唉 我希望他儘快出來 多一日都已經不多了 何彪謙繼續說 譚文豪已經還押超過三年 希望能夠建立新生活 未保過水失去的家人和家人 包括妻子龍鳳胎子女和母親相處的時間 而譚文豪曾經開設茶餐廳 但其後因為疫情結業 他的太太因為照顧家庭 未能找到全職的工作 譚文豪是深感抱歉的 何彪謙又說 譚文豪在2020年11月辭任議員之後 政治生涯已經完結了 並且2021年3月退出公民黨 同年4月公開呼籲公民黨解散 完全離開政壇 觸見他真誠賦義 沒有重犯機會 而譚文豪在橫壓期間成為基督徒 又修讀會計 其實基督徒這件事 後來被成為基督徒 使得他有很大的一種 心靈上的支撐 他又修讀會計和企業管理課程 命烈前茅 正裝備自己未保過失 所以一開始時候那種所謂的失落 已經隨著他的信念和他的努力 讀書慢慢微保了 正裝備自己未保過失 尋找新的職業生涯 辯方又呈上多封求情信 讚揚譚文豪謙卑溫柔 是真誠和武實的人 辯方說最大求情因素是 譚文豪及早認罪 甚至在看過同意案情前已經表明會認罪 又說他在2021年下半年 曾經致願做警戒錄影會面 談及自己的參與 法官陳仲恒問是否是否招認的證供 法官陳仲恒表示不肯定 但肯定是自利的證供 self-serving 你這樣說法就是猜測的動機 人家說真誠認罪 你是說他自己self-serving 何大壯繼續引述 事實譚文豪當時就說 如果知道當然 你問回我 我絕對不會參加這個初選 如果我們知道是會犯法的話 絕對不會這樣做 又說這個是他當時真誠的想法 這是何貝謙大律師說的 何貝謙繼續強調 當時初選有很多不確定和困惑 沒有人知道紅線在哪裡 而公民黨在國安法頒布之後 曾經開會和修改政綱 盡量遠離紅線 雖然事後看來知道這些所做的都是錯誤 但法庭不應該從事後去裁斷被告 而應該審視他案發時候的真實心態 強調譚文豪並非公然違反法律的 環固分子帶黑的人 而是嘗試符合法律 站在正確的一邊 就量型來說 何貝謙說法庭應該考慮 涉案的謀劃存在不確定性 又說國安法是沒有追索力 被告此前行為並非違法 法庭考慮被告角色和判刑時 不應考慮其在國安法之前的言行 只能以相關言行判斷涉案謀劃是否存在 以及被告是否有參與 至於被告的罪責 辯方處長應該考慮國安法後的實際行為 例如參加初選 參與選舉論壇和提交報名表格等等 法官李韻騰不止一次提到 控方並非說國安法之前的行為是犯法 但問題相關言行能否作為背景判斷 串謀協議的規模和被告的參與程度 法官陳慧就說法庭已經表明 認為國安法前的行為和判刑相關 那麼國安法前的立法會議員表現 為何和判刑無關呢 這個真是莫名其妙 何佩謙就重申 只能夠用相關行為確立被告的有罪 而不能夠用以考慮判刑 這一點就是他的想法 何佩謙大狀繼續說 何佩謙認為譚文豪屬於積極參加者 並在法官的追問之下 可以考慮三項行為去量刑 包括一 譚文豪在國安法後參與選舉論壇 第二 參加初選 第三 提交選舉提名表格 法官陳慧偉說這個行為 沒有顯示行為顯示他顛覆的意圖 何佩謙強調 國安法之前的行為是合法的 而國安法之後譚文豪的行為 只是參與一個已經成立的謀劃 當然這幫法官不會這樣看 但我想何佩謙這樣說 絕對是一個法律人 一個律師 專業的大律師應該要做的事 但當然怎樣專業 面對這些完全不專業和惡法 你唯一做的就是這樣繼續做 還可以怎樣呢 另外 譚文豪為民主動力的執行委員會委員 民主動力協助初選舉行 何佩謙表示民主動力並非為初選而設 而只是泛民一個很鬆散的組織 大概一年開一次會 而趙家賢決定參與初選前 並沒有諮詢譚文豪等成員 譚文豪沒有參與管理民主動力 他的民主動力的角色和本案無關 我可以作證 因為我認識最核心的人 趙家賢、鄭宇石 鄭宇石已經去了紐西蘭 只要其他人士我可以跟大家說 主要是鄭宇石和趙家賢 這些所謂的執行委員會委員 是遼備一格的 他其實不知道運作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又很清楚何大壯說的是對的 何大壯最後重申 希望法庭考慮譚文豪對香港的貢獻 及早認罪、真誠賦義而酌情減刑 並以譚文豪的求情信最後一句作結 在此我希望向法庭表達 我對過去的言行深感悔咎 希望公開向香港社會各界 以及中央政府真誠道歉 是情真義切的 辯方完成求情之後 曼德豪這個控方人補充說 針對譚文豪所作的錄影會面 並不是對他參與角色的正確描述 法官李雲騰說那是沒有關係 被告認罪已經獲得三分之一扣減 所以他會在定罪之後 即是認罪的情況減三分之一 OK? 那希望呢 減了三分之一再重興去處罰 那這件事的話 大家只要知道有沒有重興的因素呢 我希望有 我估計最後定的刑罰 可能是五、六、六年以上 然後這個地方再用認罪減三分之一 減到四年 我希望這樣完結這件事 即是我會覺得 現在很多法官的問者空限 問得空限不是做給我們看的 不是要刁難被告 是做給共產黨看的 那做完問得空限之後 會不會判得比較輕些呢? 我希望這樣吧 我要個結果而已 根據《國安法》第22條 一旦顛覆國家政權罪成 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 是判處十年以上或者終身監禁 積極參加者可以判監三年二十年 其他參加是判三年以下區域或者管制 那希望 譚文豪及早獲釋 我相信他都會判刑之後 會再坐多一點點的時間 我希望這樣 就完成了他的刑期 或者最好的當然 立即釋放 這個你說我是wishful thinking 你可以這樣說我的 但我認為這就是我衷心的祝願 行不行 那我們下次再說其他議題了